这是怎么了 月轩 你来了 你换衣服了 我的衣服刚才借给别人了 可衣服不是在这儿吗 你借给谁了 多余娜 她拿了我的房卡 房卡 她为什么会有你的房卡 雨轩 这是个意外 还有意外 你听我解释 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骗子 大骗子 以后我会多多注意的 离一心远一点 说得好像我逼你的一样 都是我自愿的 傻瓜 我的眼里和心里 都只有你 顾远程 好 我再也不相信你了 さあ 不 你 这么做 vaig 还 今天 私 我在 来 抓好 雨萱 你没事吧 你走开 傻瓜 你误会我了 我没有 你刚才看到杜依娜从我房间离开 那是因为我拒绝了她 言情哥哥 我房间就在五楼 去我那儿喝一杯吧 不了 我女朋友还在等我 那你的衣服 您先披着吧 言情哥哥 你回来了 你怎么在这儿 我先把外套还给你 好 那你可以离开了 严谨哥哥 我有话跟你说 那就快说吧 就在这儿 好吧 严谨哥哥 我从国外回来办巡会展览 只是想让你看看 我已经不是当初的那个小女孩了 我想告诉你 我喜欢你 我一直认为 以你的性格谁也看不上 可是我没想到 没想到刚回来 就听到你有女朋友的消息 请自重 我已经有女朋友了 而且也希望你明白 请尽快离开 免得我女朋友误会 我可是要哄很久的 严谨哥哥 我到底哪里比他差了 你为什么连最后一次机会 都不肯给我 你从来就没有过机会 也不存在最后一次 严谨哥哥 还请你尽快离开吧 我只爱寻与轩一个人 我只爱寻与轩一个人 就这样 你确定就这样 那你还想怎么样 那谁知道呢 你们两个人 大半夜的孤男寡女 在酒店房间 还换了衣服 那你让我怎么想吗 我发誓 是 绝对没有下一次 薛小姐 您是来找顾总的吗 她在调科室吗 她现在应该在藏品阁 我带您过去吧 不用了 我知道在哪儿 你去忙吧 谢谢 又想起你的初心了 你怎么来了 刚到 你来这里找灵感啊 是啊 小时候 就是因为这尊雕塑 才对雕刻起了兴趣 也想自己雕出一尊仙女腾天 真想知道 祖先顾序 是怎样雕刻得 如此栩栩如生的 或许 他是见过了 真的仙女跳舞 才能有这样子的灵感吧 包括送给你们 你家仙女腾天图的那个人 我觉得 他一定是见过真正的仙女 只有照着仙女画 才能画得这么穿身 虽然画像跟雕塑异母一样 但可以看得出 他们对仙女的情感完全不同 几千年前的仙女 几千年前的仙女什么样 就不得而知了 但是 感谢上天 让我遇见了我的仙女 这个呢 就算奖励你的 你一定要好好雕刻 我先去个地方晚点回来 嗯 我先去个地方晚点回来 我先去个地方晚点回来